今晚我會在埃及的白沙漠過夜 現在是日落的時分 非常漂亮 我現在在開羅坐車 大概四五個小時 去埃及其中一個很有名的景點 就是黑白沙漠 每度過兩天一夜的有黑色和白色的沙漠 好像說廢話 差不多八二公里我們在沙漠中奔馳 到埔之後 我們就先吃午餐 稍作休息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到埃及 真的要戴一些潤唇膏 乾到口是真的... 邊位真的爆拆 在研發之前 導遊會講解一些地理的小知識 看看他在沙漠中找到的石頭 從這裡到埃及六百公里 現在我們在黑白沙漠 你看到這裡的山洞 像是黑白沙漠 那是因為漢漠是百萬年代 而不是現實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攻頂 爬這座山也不太容易 就是手腳並用才爬上去 埃及有超過九成的國土面積都被沙漠覆蓋 黑色的玄武岩 又用岩冷卻而成 當地人經常都說 Welcome to the Mars 歡迎來到火星的表面 上到山頂你終於明白他們為何這樣說 第二站你猜都猜不到 沙漠中間竟然可以浸溫泉 並不是海市神樓 這水在海底六百米的抽象 好像有風過的礦物質 對皮膚很好的 那就浸多些範圍 我們現在就來到虎馬沙漠 你看看 哇,那邊有些沙漠 你看看這裡 在幾百萬年前 白沙漠曾經是一片汪洋大海 白色的白岳石 由海洋生物的殘骸沉澱而成 屬於石斑岩的一種 受到封沙長期侵蝕 形成了奇形怪狀的石頭 在這裡其中一個最有名的石 就是這個 小雞雞麵加鑊雪 這個應該是我睡過的其中一個最原始的露營 是流動露營 很厲害的 車停到哪裏呢 就在那裏開營 今晚就會自己生火 烤雞 然後再提升 想不到在沙漠那裏 雞腿 我們在沙漠星光營火下 度過了一千零一夜 可惜月光太強了 拍不到銀河 現在準備了一些被鋪 被子是很厚的 今晚應該不會凍傷 迎接日出 大家晚上可能看不清楚 看多一次我們 睡覺的地方 今晚其實都沒有什麼 一覺睡天亮 也沒有動物騷擾你 早上吃個早餐 我們就準備出去 來到最後一個景點 Crystal Mountain 水晶石是經過數百萬年結晶的石鷹石 因為這裡是一個 新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看到這些 是不可以拿走的 我們在這裡找到一個 香港的中銀大廈 都真的挺潮 我去過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 相比起撒哈拉沙漠 其實我更加喜歡 可能埃及這個黑白沙漠 它所有東西都很窩 如果你想要一個 追求最自然 最貼地的 一個晚上升空的沙漠 我覺得是 埃及可以滿足到你